Abslue Black 这个品牌 为什么我以前代理的时候我就没有怎么做 那不单只是之前那家公司他们没怎么推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不认可这个品牌 这个大导轮的生产成本应该是算是比较低的吧 而且你看转的时候说明它的这个密封性防沉防水做的过好 你真的没有想要看这个东西 这家的Ceramix币其实就一百多块钱 那你可以想象 所谓的正版的成本 称使最佳都百分之五十一百 那頂天也就是那個價格 它更多的利潤或者更多的費用 其實都是為它的營銷費用買單了 裝上車上Swim XB看上去的確是很好看的 它的採購成本其實和AB和COGO 我所知道的是差不多的 是美國的COGO大島輪 它也是我今天測試過的大島輪裡面 不會搖晃 而且它的潤度可以說是最差 說明它防水啊還有防塵啊 密封性做得好 老蟹的設計啊 但是我覺得它獨臂設計其實是蠻傻的 雖然是很新穎很獨特 但是它還是有個很致命的缺點 就是你可能如果你不小心掉鍊啊 或者不小心拆裝車 那你要重新去調適 這種跳瓷設計它還是有它所謂的弊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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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所知啊 雖然 我有 這個是我借的啊 我自己的對大家 對這個品牌 對這個產品 對大家討論點 為什麼它不做oversize 為什麼不做超大的大島輪 它是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 我所知道的 這所有裡面 我身上所有大島輪裡面 這一款大島輪的成本 是最高的 它單獨開磨了 它的這個裴鈴 然後它無論是這個所謂的 碳板 還是它這個所謂的這個金屬環設計 它的成本 都是我身上所有大島輪裡面成本最高的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它不做oversize 就是做一個超大的 大島輪 而是做一個傳統 相對來說傳統大小的島輪 它真的很潤 而且你轉的時候 哪怕是這樣子 你搖晃它 它都不會立刻停下來 這說明什麼 就是它們的精度配合非常的好 然後它密封 還有它的設計 就是剛剛好做到非常好的配合 這就是它所謂的投入的高成本 所帶來的一個好處 但是我還是非常尷尬 為什麼它不做oversize 我就非常納悶 我據說了啊 李樹先生 李先生 他的這個東西現在還沒收回本 好吧這簡單的視頻簡單的產品介紹就說到這樣子